眼前这个穿的板板正正 比较精神的就是我们今天相亲主角 57岁的陈大叔 看到陈大叔的样子 我们红娘都连忙说到 陈大叔看着真年轻 就像是40多岁的 陈大叔听到这话还有点不好意思 红娘就问陈大叔 现在有工作吗 陈大叔说 自己每天去旧屋市场拉家具 每天都能拉个三四趟 一天下来好几百 这工作不错呀 我也有趣 谁想去和我组个队 我们一起去吧 说不定过段时间 我就是万元户了 嘿嘿 红娘问陈大叔 那今天不就耽误干活挣钱了吗 陈大叔也是说 为了爱情 耽误一天不算啥 看来陈大叔对的爱情 还是比较重视的 陈大叔带着红娘回到了家里 看到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 原来陈大叔是和自己的妈妈一起生活 这个年纪还能有妈妈陪伴在身边 陈大叔真是好福气 为了这次相亲 陈大叔想着要换件衣服 显得更正实一点 就打开衣柜 结果衣柜里 陈大叔的衣服就没几件 看来陈大叔这没人照顾 都不买新衣服了 陈大叔也告诉红娘 自己没有退休金 没老宝 像我们的会前面都没有老宝 都是农民出身 交的十多岁 村银行的利息一年也不少钱 如果就是有的大姐 她就在意这个南方没有退休金这个事 那我也没事 我这挣钱有 咱们有那哈 有那个存款 到时候够了 两个花也够了 你银行有多少存款呢 反正我说 有点够了呗 你再挣呢 再长呢 那你能干多少年呢 还不干十多年 还能干十多年 我老头一拉铁的 给他换点换的 踢着我开三里拉铁 所以跟我俩过吧 一定是测不了能吃苦 你能吃苦能挣钱 那人家跟你哥呢 这次还要他跟我吃阿虎 能让人吃苦 有我有有我 养子够 我还要人吃阿虎 啊 撑钱就是给老伴花去 对对对 陈大叔这意思就是 咱没有退休金 但是咱也不差钱 而且我身体还好的呢 以后和我在一起 你不用吃苦 我挣的钱都让你花 陈大叔这话说的真重情 让我觉得 陈大叔就是个好男人 但是后边 陈大叔的话 让我几个大一类 这个是三吧 五月八号 五月八号里的 五月八号里的 就这么几天 这么着急着 着急着 五月八号 那为啥呀 为啥这么着急 这个速点 速点 速点去找呗 找有个伴 需要下段幸福吗 早点得完事 那你这个也太着急了 那还着急 一周就被管了 一周就被管了 那管啥呀 那这工作时间 那这离得有证啥的吗 8号离婚 13号就开始找寻下一段幸福 这中间就过去了短短五天的时间 我就想问陈大叔 你这个伤心气意度过的有点快呀 你说之前媳妇生病 还细心照顾 按理说这感情也不会浅呢 这咋这么快就收拾好心情呢 不过 人家陈大叔都决定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红娘就只好问陈大叔 对另一半的要求 听了陈大叔的择偶标准 红娘就想到了有一个阿姨 家离陈大叔家不远 也比较符合要求 就是52岁的伟阿姨 这伟阿姨看起来也显得年轻 俩人外貌上还是比较相配的 伟阿姨带着红娘回到家里 红娘参观着伟阿姨的家 发现伟阿姨家里还挺简朴的 家里的东西一用就是好几年 自己很少出去买没有必要的东西 伟阿姨说 孩子之前上学报个补习班都花费了五万元 自己还用着四十多的化妆品小印 还告诉红娘自己之所以离婚 就是因为前夫经常出去喝酒 俩人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开始吵架 在孩子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伟阿姨就给红娘说 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 俩人的择偶标准里都有一条 是不希望对方喝酒 这个条件正好双方都符合 俩人家里的也进 红娘就安排俩人在附近的公园先见上一面 对我的外观我感觉就是挺踏实那种 俩人也是对对方的低印象很不错 在红娘的提示下 得知两家就隔了一条马路 也是直呼缘分的 离得近 这感情不就更好交流了 看来这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 陈大叔看着伟阿姨直接主动的夸奖着 听着陈大叔的夸奖 伟阿姨心里虽高兴 但是也不忘记问陈大叔的一些情话 那你是 你是黎一人 我是黎一人 你几年了 我这个 我在第二段后演 这离 离有不几篇 不几篇 不几篇 我就寻找新的幸福 伟阿姨听到陈大叔说的话 直接惊呆了 可能是觉得陈大叔这个寻找幸福 寻找的有点太快了 自己还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还是有所顾虑 伟阿姨就问陈大叔 这才离婚几天 万一俩后果又走到一起了咋办 陈大叔也是保证到 不可能 既然离婚了 就不会才走到一起了 而且也是和你在一起 肯定是要对你负责 这一点你一定可以放心的 陈大叔对待感情还是挺专一的 伟阿姨也告诉陈大叔 自己很早就离婚了 一直带着儿子生活 陈大叔听着伟阿姨的话 直接竖起大拇指说道 一个人拉扯孩子这么大 真不容易 你可真伟大 话说一句 自己理解当母亲的苦 陈大叔 你咋啥都能理解呢 俩人的谈话也是渐入家境 得知陈大叔不喝酒 不打麻将 不跳舞后 伟阿姨对他的印象更好了 就连陈大叔说 自己家里还有个90多岁的老母亲 伟阿姨也表示没关系 自己还比较喜欢老人 就在我准备高喊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伟阿姨一个问题 让这场相亲的氛围截转而下 那你是没交那什么 那个社保 现在交给完了 那我跟他说完了 这个是什么 像我们的 伟企案的你应该的名领 那个 那估计吧 都不上班 你现在你也交不了了 你现在因为啥呢 连他有底根才能给你拿 给你鼓 你没有底根你也鼓不了了 就能鼓的话 你不过是让我后鼓 到这个事实了才想起 你弄保险 就已经就完了 问题是还是得有个保障 有点那个想法 到老了 养老这一块 你是自己是怎么安排 我就是赚点钱 赚钱 到老了 哪用的呗 那你现在交保险的话 也不过是 不过是 暂不住 咋暂不住 咋暂不住 我是能暂没钱 我是能暂没钱 我得一个 我得一年能出 去年我存 存要进出 能存到能存到 根深个六万块钱 你看我三个月 我就占两万块钱 这还得花呢 一个说肯定攒不住钱 一个说一定能攒住钱 就不知道俩人 谁能说服谁呢 不过光听着陈大叔说 自己现在的积蓄 还有自己还能奋斗的窒息 我觉得陈大叔就算没有退休金 还是能过得很幸福 陈大叔也是赶紧向韦阿姨 表明自己对他的一片心意 还是吧 你要跟我了吧 咱说以后要是说咱俩成了吧 我指定能让你幸福 幸福生活 不能让你遭罪 吃委屈 我真是想找你的踏实过日 我就是踏实过日 我就是踏实过日 你有啥呢 你看我就是 你看我就是成天 我就是干活 我没说这里都没留得过 南湖都没留得过 咱们不是好留得的人 成天干活 就过年休息那几天 干了你多挣一多挣一多挣 你再不赚钱 多挣一把二把 你这天你再找活还费用 70岁了你动不动了 你到那时候 是呀 现在不趁能动多赚点钱呢 现在五十多岁 我说身体好 还能干十多娘呢 能开车吧 就能挣钱这行 咱就到时候雇人 干不动的话 上楼利用活 其实我来吧 真是想找有退休金的 但是对 但是通过了解 我觉得吧 那你就是 你就在努力 或者是说在赚钱 这个我是觉得了解看吧 也不是说特主要的问题 北阿姨听到陈大叔的表态 也是行动了 就觉得 有没有退休金无所谓了 两性相悦 什么事情都好说 陈大叔也是邀请北阿姨 去自己家里做客 还对节目组说 我俩开车回去 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 这是想体验一下二人世界呀 我们还是别当电灯泡的 到家后 陈大叔做了一桌子的菜 只要伟阿姨说 哪个菜不合胃口 就赶紧端下去 再去加工 直到伟阿姨满意 还说了一句 让伟阿姨感觉到温暖的话 做好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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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把你儿子叫来 你也是跟你儿子说的警官 我吧 这句话太重要了 你得了啥吧 但是可能我辈子不会做 吃可乐 做不好 但是一干炖 整个炖好吃 我说来吃吃另外一回 对对对 你说了 我就真的是 多鲜 你说他跟哪句话呢 他说我做好了 我可能把你儿子也叫来一起吃 只要他能接受我就行 我这朋友没有别的要求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说明俩人都对彼此有好感 缘分把他们带到了一起 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感觉了 不过还是要祝福他们 毕竟有缘千里来相逢嘛 希望陈大叔和伟阿姨以后 可以在一起幸福的过日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麻烦大家动作小手点点关注 下期更精彩